終止MVP王伯榮 跨欄一哥陳傑 和中華男族國手吳俊青 各自領域有什麼共通點 答案是比賽過程都需要絞成 三位好手都將參加週日登場的 臺北渣達馬拉松路跑活動 和粉絲相約 賽道相見 為了還慶這項活動五周年 三位跨界挑戰的好手 都設下以五分數完賽的目標 而五十六歲素人女跑者黃昭貴 這五年來借借參與 兩年前遭遇超級寒流 反倒跑出PB 這次記者會現場 特別向世大運奪牌班迪請義 目標半馬突破兩小時大關 既然參加了我就不能棄賽 結果我就戴著手套 風衣 雨衣 就一直跑一直跑 因為我不敢不敢停太冷了 乍達馬拉松分成全馬 半馬 十K以及較短程的三公里 兩公里加上三K市長 以及親子組 近三萬跑者將在周末共同挑戰自我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